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九龙东的茶果岭村 将会收回轻建公共房屋 接着很多朋友就买Coco Hills 这几个项目 就要想想哪些景会遮住 哪些景不会遮住 今次这条片不是想说茶果岭村 怎样影响景观的问题 而我着重就是茶果岭村后面 和Coco Hills之间 前茶果岭高领土 抗场发展项目第二期 在最新2023年3月28日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里面提及 两个大工程项目 两个项目编号分别为 7849CL 和7771CL 这份文件详细的资料 的连结就会放在下面说明文 给大家参考 在文件里讲得很清楚 前茶果岭高领土 抗场第二期发展项目 是一个高密度的公营房屋 政府认为 約210幅的地里面 这幅是最有潜力其中之一块 那便不妙了 即是说人口物资最高 那这幅地将来会怎么用 除了在2250个公营房屋单位之外 因应教育局的要求 将会预留小学用地 会做一个平地 预留相关的设施 在现在行政政策上 一定会留下5%的楼面面积 作为社福机构之用 福地面积有5.6公顶 在我教祖之前的影片提过 有个福德公古墓 有兴趣的话可以按右上角的连结 看看 在我教祖前找过的资料 曾经有人说过古墓的后人 究竟清拆的时候会不会走出来 或者其他诉求 我觉得都不重要 因为势均力滴 没理由收不回 除了古墓这件事之外 里面是不涉及收回私人土地 即是会顺顺利利 不会有司法复合那些 政府知道有一个古墓 将会有既定程序搬走古墓 和补偿事宜之后 就将会清理 估计福地收回都不会有太大阻力 即是说不确定性其实多确定 土地拓展处会预计在2026年第四季 平整完之后 交给房屋委员会 之后会建公屋 预计在2030年入伙 今次小组委员会开完会之后 还要带上财务委员会提交 拿完拨款才正式开工 对这块地有两个工程将会做的 第一道路的扩建 和排污设备工程 里面提到几点我觉得大家要留意 也会看回南田港铁站D1出口的承载能力 周座泊车情况 公众停车位多少 等等的考虑 在工程期间一定会衍生了以下问题 例如有交通影响 噪音问题 说回这2250个单位点来 地盘总面积大概有5.6公顶 而工营房屋占了1.5公顶 将会有三座楼宇 用7.5倍的地积比率 预计会容纳6400人 那我比较一下一阶支架的Coco Hills 整个项目分四期发展 第一期就正是叫做Coco Hills 有三座提供413个单位 第二期叫Reserve 只得一座 有82个单位 第三期有分AB的 先是讲3A期 有两座提供392个单位 另外就是将会开买3B期 有两座提供444伙 亦是最近在前查 改定高领土 擴长第二期发展项目 正正对面 将三期的私人楼加上 就是1331伙 近年政府就计算 平均一个单位 就容纳2.5个人 我刚刚计过用政府楼 2,400个人 除2,250个单位 大概一个单位容纳2.8个人 所以2.8和2.5 两者相差0.3 那便计算Coco Hills 大概容纳了多少人 我假计C楼是住得比较松动 一个单位住两个人 所以Coco Hills的住客 大概2,700人 将C楼居民和公屋居民 去比较 两者比例2.3倍 即时这个山头 就多了很多人住 是不是还说低密度住宅 就有相确性了? 如果你担心C楼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我好肯定迟早一定有 我是更加担心条路的使用量 将来上班的居民 上不上到公共交通工具 近期政府建立公营房屋 在地下的地方 通常都会买干货 而这三座公营房屋 会和下面茶果岭村 发展项目一起规划 没理由这三座零零丁丁 放在山上 我预计有电梯或电梯 接通下面茶果岭村 将来对Coco Hills居民是好事 给多一点点资料 下面茶果岭村的重建 会有6座物业 提供4,500个单位 大概可以容纳12,600人 除了有政府综合大楼 里面会提供体育馆、图书馆、 卫生设备、公共停车场 地下会有公共运输交汇柱 亦有个标准分区消防局的救护杂 不过街市一定不会在Coco Hills 对面这三座公共房屋里面 我们看看整个规划方面 在Coco Hills一座对出的地方 会在新路通往茶果岭里面 驾车人士可以避入丽港城 我没记错可以省一至两个灯位 对于Coco Hills一期面向丽港城的居民 就会增加了少少草音的问题 带大家看看实景 这个位置将会开一条新路 对于二座大单位的朋友 就有少少影响了 因为又会开山砌石 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 红绿灯放在这里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上楼登这个频道 我们会从社区规划 基建考虑 物业建楼方法 比较立体的角度去看物业 如果你都喜欢好着我们 技术性高的资讯频道 欢迎订阅 还可以成为我们的付费会员 有些另类资讯只会在会员频道里发放 多漂亮的景观 就不用我多说了 因为地产代理朋友一定会和他说完 最重要是提供资讯给大家 哪些单位面向的景观将来会如何改变 好像望向西南边这边海景 个别单位今天有Sea View 将来会变成公屋景 Sea View都分两种 在2026年第四季前 某些单位看到坟景 高层单位就是真Sea View 随着时间变化 2030年变成公屋景 这类林海Sea View 就是以上第九座 包括A和K单位 红色站在纸序地方 就可以看到最受惠的Sea View 而J单位太少就不理它了 我们换个角度看看Sea View 马越高的单位向直望 不要向下望 你看到海景就越多 相反低层单位 直望就必定看到Sea View 所以配合将来三座的公营房屋 一下不小心 政府说将各地积给到提高 即将来三座公屋比预期更高 在今时今日香港没有人预计到 如果有经纪朋友和你作出承诺 你最好找他和他签一张证明文件 好了 又搭了一个屏幕图上去 用另一个角度给大家看看 你现在看到内容的泳池景 就是将来公屋居民看到的漂亮景观 将来这三座公屋 现在旁边C楼拥有的景观 部分公屋单位都会享有 前茶果岭高涌土礦场项目 应该层开落定 变数不会太多 接下来就跟着规划行 有意扣入第三期B项目的朋友 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条片 应该更清楚你周遭环境的变化 有兴趣想知道油堂的规划 可以按右上角的连结看那条片 暂时说到这里 下条片再见 拜拜